我们继续看房子啊 我现在过来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两室的房子 然后它的开价是45万 金的话预计是2200到2500不等 但是如果你就是当配可以 这个是按20%当配们算的 如果你当配们能够给到高一点 给到30万 如果50%或者更高的话 可以有一个正向的现金流 然后我转过去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街区的环境 小花园搞得还不错啊 这个茜园搞得还挺不错的 进门是一个客厅 这是它的厨房餐厅 这又是一个客厅 然后那个门是进后院的 它是这么一个直线的这么一个结构 我看不到这边看一下 它其实有点双主卧的意思啊 不过就是老房子的话 主卧没有自带的洗手间 都是共用这一个洗手间 因为它一共也就两间卧室嘛 这是共用的一个洗手间浴室 这边是另外一个 就两个卧室的面积差不多大 都有一个衣柜 都有一个衣柜是差不多大的 我用这个洗手间 看一下院子啊 这是它的车库 车库进来 从这儿进来 院子这儿有一个柠檬树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一个小后院 地毯这些是新换的啊 这个房子基本上买下来就可以放租了 基本上也是买下来就可以放租的一个状态啊 不用自己在搞什么东西 它把该修的该弄的 该翻新的都弄的差不多了啊 我们看看这个 炉灶搞香 水藏 柜子 点电箱 这个地方是它的车道啊 停车停在这个车库这儿 然后有个小门 可以从这儿进到后院去 这样子 我现在带你们看这个房子呢 也是一个三卧室的 然后它有翻新过 虽然是老房子 但是翻新过的 拿到手就可以马上放租 不用再弄其他的东西 然后它的租金也是可以大概到2500左右啊 所以是还一个蛮不错的投资的选择 这个房子虽然是老房子啊 但是没什么味道 就是我看过很多老房子会有一点有味道呀什么的 这个还可以 这是一个洗手间浴室 它这儿有个储藏室 但是老房子咱们就会看到结构上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啊 这是一个卧室 咱们进来这间是客厅啊 这间大的其实是一个客厅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地毯也是新换的 OK 那边是一个衣帽件 这里是厨房 只开了个小窗 它不是那种敞开式的厨房 厨房半大的啊 然后这一块是一个酒餐区 厨柜电冰箱 它所有的厨具都是新的啊 整个厨房的这些器具都是新的 这条热水器 热水器也是蛮新的啊 它应该是翻新的时候都有做过 这边是一个储藏室 然后它并不是车库 是一个储藏室 但它是用车库的位置 加建的 用车库的位置 加建出来的一个储藏室 然后刚才客厅那边 有两个卧室了 这是第三个卧室 我估计它是换过地毯了一点 味道都没有啊 这个对于老房子来讲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应是这个房子 加建出去的啊 加建出去的一个客厅 相当于有两个客厅了 加上外面那间OK 我们过来看一下后院 后院不大 那是一个工具房 这一小块就是厨房边上的 那个储藏室 是这个加进来的 它其实应该是通的一个停车的 一个停车棚 它原本应该是一个停车棚 那外面那个地方也是这个房子的停车棚 它原本应该是这样子的 OK那这个房子是三卧室 然后两个 三间卧室 对这一间这一间 一个卫生间啊 三间五十一个卫生间 这个房子的报价是45万 然后它的租金大概是可以租到2500到2700啊 这样子 那如果你对这样子百万以下的投资房 能够产生一个正向现金流的这样的投资房 感兴趣的朋友的话 欢迎直接联系我